- 空姐的地勤 - 空姐的地勤 - 空姐的地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空姐摸摸摸摸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的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空姐與地勤 在關門前 關門後的差別是哪裡呢? 我指的是飛機艙門 不是房間門喔 在進入我們主題之前 大家有沒有發現 近年來其實空服員很少對外招募呢? 因為最近空服員的招募 包括最近長龍 招的300人 都是從地勤裡面去內招 並不是從外面招的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一來 如果以後產生罷工工庫的話呢 這些由地勤生空服的人員 他們可以下來自免地面上的勤務 我甚至有聽到傳聞是說 如果以後未來公司有需要的話 這些由地勤轉空服的人 是需要下來支援地面的職務喔 啊 那這樣不是就是 壓榨更多的勞工嗎? 唉唷 這我怎麼會知道 不要問我這個 我不回答 在這邊就要講 空姐負責放了 其實就是在飛機關上門之後 那其他大部分 關上門之前的事情呢 全部都是地勤的作業 有哪一些情境呢? 欸? 這本蠻好看的喔 欸姐 這排少了兩本雜誌欸 地勤地勤 叫地勤過來 欸 地勤2A的遙控器拿不起來 兒童餐 水果餐 糖尿病餐 有 欸 欸 欸 地勤 我素食餐怎麼少兩份啊? 喔 這已經排兩個號碎沒什麼 當死了 欸 地勤 再幫我叫一次拿少阿力上來 我衛生紙間這樣怎麼結合怎麼夠 可是要非要紐約 欸 地勤 地勤 再幫我補一些上來 地勤 欸 小姐 嗯? 小姐不好意思 我34D欸 這34D吧 我也是34D啊 不是啦 我是說位子啦 這我位子 我位子啊 我看一下 我也是34D啊 空 空姐 空姐 我看一下喔 34D 34D 啊 真的很不好意思 大大姐 放大姐 這是Double 地勤的問題啦 我馬上為你處理 地勤 地勤 欸 地勤 地勤 不好意思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地勤姐姐 地勤姐姐 其實有很多情況 像是座位上的花生兩顆 或是廚房上的地上水字 這種剪一下就可以起來的東西 我都很想幫他們處理 但是有一些姊姊呢 就會比較堅持 一定要打掃的重新上來 打掃的人如果已經離開了 他們再回來 可能要20分鐘以上的時間 這20分鐘呢 可能會造成扳擊抵累 那最後被罵的人是誰呢 就是地勤 以前在背的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原來被照顧得這麼好 一直到當了地勤之後 才能體會到 當小奴婢的感覺 不然我們現在問問阿菜 剛剛聽了這麼多 你現在還有以後再叫地勤 嗯...什麼情況 兩顆花生 兩顆花生的話我可能就直接把它吃掉 有點髒耶 那如果是雜誌被摸走呢 我就把我包包裡面的 辣椒小心拿出來放上去 所以你不會再叫地勤 嗯...還是會 還是會 就其實還是會阿 我就是愛叫地勤的人 這一集就告訴大家 天上的公主與地上的奴婢 都是被照顧得好好的 才能夠順利起飛喔 最後有小鳥人跟我說 最近有幾家地勤都要招跑囉 如果你們對地勤有興趣有問題的話 可以私訊我唷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和阿菜的Youtube 追蹤我的Instagram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